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刺及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在今天 跟从耶稣基督的有超过十亿人 新约圣经四本福音书 记载了基督徒信仰最初的开端 还说到很多其他的事情 使得同一件事 也有多少不相同的地方 这个耶稣基督的故事 是完全取材自路加福音的 当该撒纳古斯都当罗马的皇帝 而希律王统治犹太的时候 上帝就差遣天使加法列 去到拿撒纳的小镇拜访一个童女 这个童女的名字就叫做玛利亚 天使加法列 玛利亚,别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替他起名叫耶稣 我还未曾出嫁,怎可以这样呢 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任给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于是玛利亚就去犹大拜访她的亲戚 以利沙伯 以利沙伯也很神奇,坏了人 以利沙伯 玛利亚,你好嘛 好,以利沙伯 女子之中你是最有福气的 你坏的胎也是最有福的 我一听到你闻安 我肚子里面的胎儿就欢喜得跳跳下 我的心占美上主的伟大 我的灵以神爱的救主为乐 从今以后 世世代代都会说我是有福的人 皇上皇帝颁布命令 要全国人民扮你户口登记 凡是加利利和犹太地方的人 都要马上回到本乡扮你登记 不得而误 所有人都要回到你出身的小镇 马上扮你户口登记 于是玛利亚和他的微婚夫药室 就去伯利行登记 因为旅店早已客门 他们只能够找到一个马房住 那一带郊外有些牧羊人 晚上看守他们的羊群 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 主的荣光照着他们 今天大威食里面 有位舅主为你们降生 就是主基督 负荣神的名字 负荣神的名字 负荣人 穆洋人马上跑来 看到新生的婴孩躺在马草 於是就把救主降生的好消息传去了 一星期后 就是嬰孩行割禮的日子 還替祂起了的名字叫耶穌 若失和馬利亞帶嬰孩 去耶路撒冷奉獻給主 在聖殿裡 有一個虔誠的義人 祂得到聖靈的啟示 知道自己在離世之前會見到基督 祂的名字叫西免 主呀, 現在不可以讓你的仆人 平平安安地離世了 因為我見到主的救恩 他是主所選選的 願你們兩個人無福 他們辦完一切所規定的事 就離開耶路撒冷, 回去拿撒勒勒 耶穌十二歲的時候 若失和馬利亞帶他去耶路撒冷 過月月節 當他們起程回家的時候 他們以為耶穌在同行的人間當中 誰知道不是 於是就回頭找他了 在第三天, 在聖殿裡找到他 耶穌坐在猶太的教師中間 教師對於他這麼聰明 以及他的應對, 都覺得很驚奇 他們離開的時候 馬利亞就對他這麼說了 孩子, 你為甚麼這樣 你父親和我找得你很心急 耶穌, 你們為甚麼要找我 你們不知道我應該在我父母家裡嗎 耶穌就和父母回拿撒冷 他的年紀和智慧一起增長 我想其中心得上帝與人的喜愛 想得上帝和人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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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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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皇帝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 本雕比拉多當猶太總督 希律當加利利王 阿娜和蓋亞法當大祭司 上帝傳話給在曠野的若寒 他走遍若彈河一大全道 勸人悔改, 接受洗禮, 使罪得赦 你們如果利器罪惡, 接受洗禮 上帝就赦免你們的罪 正如先知, 伊塞雅書上所寫 他說, 在曠野上有人大聲呼喊 要準備好主的道, 收席主的路 低蛙深谷都要填滿 大小山公都要削平 彎曲的道路要將它收席 彎曲的道路要將它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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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兩件衣服的 將一件睡眠不能穿的人 有食物的 那怎麼樣 怎麼樣 還是要睡眠不能吃的 老師, 我是收席的稅禮 我應該怎麼做才對呢 請你告訴我 不要多取批定的稅金 那我們呢, 我們應該怎麼做 是呀 不要恥強欺弱, 勒索金錢 不要敲詐你們是有良享的 就應該心滿意足 老師, 你是不是基督 不要… 老師 我是用水和你們施誓的 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例 我就算跟他解鞋帶也不會 他將來要用聖令和火替你們施誓 他拿著火機要清理和長 把脈收在倉上 甚至把火倒在火裡燒光 正愉快 死在蹈 broccoli 他將突然走在關於耶穌身上 形狀都很像金紙 aiah 由天上有聲地說, 你是我的愛子, 我喜悅你 耶穌開始傳道, 祂的年紀大約是三十歲 祂從約旦河回來充滿聖靈 聖靈領他到曠野, 在那裡四十就夜受魔鬼試探 完全沒有吃過東西 魔鬼就像一條蛇一樣出現, 對他說 如果你是神的兒子 你就命令這些石頭變成麵包 聖靈話, 人本就不是單靠成物 是靠神的一切話 魔鬼又帶他到一個高山, 把天下萬國指給他看 這些一切權勢和財富都是屬於我 我可以隨我終於送給我所喜歡的人 只要你向我下拜, 我就送給你 聖靈話, 應當拜主你的上帝 只是侍奉他一求 魔鬼又帶他到耶路撒冷 叫他站在聖殿的頂上 你真是神的兒子 就從這裡跳下去 聖靈話過, 主會吩咐天使保護你 他們會用手托著你 讓你不會跌落地, 跌傷雙腳的 聖靈話過, 不要試探著你的上帝 聖靈話過, 謊言 耶穌來到他長大的地方 喇煞на 神明的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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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息日, 她照例又去會堂 師爺, 師爺 有人請她讀仙芝以塞亞的書 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他簡損我, 命我向窮人傳福音 警察我報告鼻夫的得釋放 核眼的得漢見 受希瓦地得自由 報告上帝越南人的恩怨 已經來臨 你們所聽的這段經文 今天已經認驗了 這段經文驗驗了? 只有尼塞亞才能實驗過 認不去 我知道你們會對我這樣說 醫生, 你以自己罷了 你們又會這樣說 我們知道你在加伯龍行神跡 你回到阿層呢? 我告訴你們 師爺在自己鄉下 是不受歡迎的 走呀, 救呀… 救啊… 救啊… 救呀… 耶穌因此顯示自己是尼塞亞 不過憤怒的猶太人 要把他推進紅中 祂安然從人群當中離開了 耶穌又來到加利利的加伯龍 羅馬人的勢力日漸擴張 個個都期待尼賽亞 救他們脫離暴政 西門, 你好嗎? 高子, 你好, 我可以上船嗎? 當然可以 他是不是要走呀? 扭道給我們聽 扭道給我們聽 扭道, 別走 別走, 別走 有兩個人去聖殿裡祷告 一個是宗教領袖, 一個是瑞利 那個宗教領袖 站在一片討告說 主, 我感謝你 因為我不像別人 這麼貪心不誠實和淫亂 感謝你, 因為我不像那個瑞利 我每星期禁食兩次 有奉獻全部收入十分之一 那個瑞利 離遠站在那裡 連目膏頭望天也不敢 只是把自己的胸膛說 主, 可憐我這個罪人 我告訴你, 在上帝眼中 非當作以人的是那個瑞利 不是那個宗教領袖 因為是自高的 那些降為卑 自卑的必勝為高 把船撐去深水裡 你跟那些伙計落網打雨吧 高子, 我們辛苦了一整晚 甚麼都打不了 既然你這麼說 我們就落網了 阿哥, 喝汗 我心 رע得不好 那�戴上 你們 braucht的 你打蛋 你未香一點 阿哥, 我跟你想過 我覺得蛋 老闆 也是 你的瞬間 救命, 救命 主, 我是個罪人, 求你離開我 不用怕, 以後你得人像登羽一樣 你們的心怎麼樣, 你們是不知道 因為人子利不是要滅人的性命 而是要救人的性命 他要向巴比倫行他所喜悅的事 唯有我曾經說過 有選照他領他來 他的道路就必亨通 他在他們當中宣佈這些事 住在外國 你來了, 你在這裡, 進去看看 耶稣… 耶稣… 我求求你救我的獨生女 求你好心 我女兒只有十二歲, 她都來死 求你救她 耶稣… 真是抱歉 你女兒已經… 你跟我來了 好, 必然如此, 就不要麻煩耶稣 不用怕 只要相信他就會好起來 在哪兒 也不然的話 … 快點…… … 沒有, よろしく… 他還沒死, 他只是睡了 孩子, 起來 你們的東西吃一口, 你們記住, 不要說這件事給人家 過了沒多久, 他看到一個叫利味的碎梨 他又叫麻太, 正坐在碎關上收碎 是 鄧蟲 我 耶穌上到他山 整晚向上帝祷告 到了天亮 就叫門徒來挑選十二個人做仕徒 西門, 替他起個名字叫比德 他的兄弟 安德烈 雅各 約翰 肥力 巴多羅馬 馬泰 阿勒飛的兒子 雅各 激進黨徒西門 雅各的兒子 猶大 還有後來成為 叛徒的家略人猶大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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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 貧窮的人有福, 因為神的覺是你們 飢餓的人有福, 因為你們將要靠著 福音的人有福, 因為你們將要歡笑 有人為了人子懷恨你們, 侮辱你們 把你們當作邪惡, 你們有福 在那些日子你們要歡喜 因為你們在天上必得到從上 從前他們的祖宗 也是這樣虐待先知 八、八、十、九、二、三 我只剩這麼多 甚麼?你只剩這麼多 你們付出的人有福, 因為你們想保護 他不想犯錯, 當然是爹 你們歡笑的人有福, 你們快哀傷痛哭 人家說你們好就有禍 因為他們的祖宗對賈仙之直是這樣 但是聽我說過的人, 你們記住 要愛你們的仇敵 為奏載你們的人祝福 為侮辱你們的人祷告 如果有人打你這邊面子 就要給這邊面子打 如果有人拿你的外衣 就連內衣也給他 你呢? 凡是求你的就給他 有人搶了你的東西 千萬不要追討 你想人怎麼對你 你就要怎麼對待人 你知不知道愛那些愛你的人有甚麼用 罪人也會這樣做 你知不知道善待對你好的人 又有甚麼出奇呢?罪人也會這樣 他怎麼可以去碰他 怎麼可以跟他說話 真討厭, 太可恥了 我不明白 這樣也有 不要哭 要愛你的仇敵 好好對他們 借錢給人, 不要妄上還 那你們必得到口上 而且配上至高者的兒女 因為他以仁慈對待邪惡的人 你們要仁慈 就像你們的天父一樣 不要批評人, 免被人批評 不要定人罪 免得自己被定罪 要搖廁人 上帝就搖廁你 好, 我們走吧 施語別人 上帝就施語你們 你們用甚麼用量器糧給人家 要用同樣的用量器糧給你們 要用同樣的用量器糧給你們 是嗎? 核子怎麼能帶領核子走路呢 如果這樣, 要不然兩個人都掉進坑 你怎麼只是看見弟兄眼中的刺 而不理自己眼中的糧 夫子, 指教我們吧 教我們吧 拜託你養你的母親 真是幸福的 我聽上帝的說話 以後忠手的人不更幸福? 先生, 我很想認識她的人 你不是以為她是連賽嗎 這個法利賽人 請耶穌和他一起吃飯 耶穌就去他家坐下吃飯了 小孩子過來, 你們快點走開 聽到嗎?走開 他們好伯義, 甚麼都做得出來 他來這裡幹甚麼? 小孩子 坐甚麼 小孩子 如果這個人真的是個先知 他應該知道這個女人是個怎麼樣的人 也應該知道她的生活是多骯髒 我知道她是個怎麼樣的女人 小孩子 我有話跟你說 有兩個人欠一個財主的債 一個欠五十兩, 一個欠五兩 因為他們沒力還債 債主就不用他們還了 他們兩個誰會更愛她 我想當然是欠債比那個人多 沒錯 你看這個女人 我來到你家 你沒有給我洗腳 但是她是用眼淚洗我的腳 用頭髮抹乾 你沒有親吻我 但是她是不停吻我的腳 你沒有用油塗在我的頭 但是她用香膏不潑我的腳 我告訴你 她愛我深切 她的罪已經卸免了 卸免少的 愛心也少 這罪已經卸免了 你可以平安回去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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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走遍各城市鄉村 傳揚天國的福音 十二門徒跟著她一起 還有些父女曾經被鬼附身 也醫治好了 好像末大拉的馬利亞 希律的管家 苦殺的妻子約阿娜 還有蘇薩娜 希律就是羅馬所指派統治加利利的人 他把屍洗約翰困在監牢 因為約翰譴責他娶弟媳婦為妻 其中一個門徒把他們所見到的事 告訴約翰 在拿恩城門口 有一群送笨的人剛剛經過 死者是一個寡婦的獨生子 耶穌看見就很同情他 耶穌說年輕人起來 那個人馬上坐起來 耶穌就把他交給他母親 請問問他 他是聖經語言中的舊主 還是還要等另外一位 是聖經語言中的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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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叫醒他 夫主 施洗約翰叫我們來問你 你是議員中的舊主 還是還要等另外一位呢 你回去把所見所聞告訴約翰 我告訴你, 核子能看見 核子能看見, 核子能走路 龍子能看見, 信我一定無福 看看, 是耶穌 我看不見 有一個殺種的人去殺種 他殺的時候 有些種子就落在路旁被人採頭 雀鳥又飛來吃光 有些就落在石地上 因為得不到水分的滋潤 就枯乾了 有些種子就落在荊棘中 荊棘跟著一起生長, 逼著幼滅 有些就落在好的泥土上 跟著發芽生長 非常粗壯 夫子, 你總是用比喻 這個比喻是甚麼意思 我講到用比喻是有原因的 天國的奧秘只是你們知道 其他人就用比喻了 因為他們看不見, 聽不明白 這個比喻是這樣的 種子是指上帝的道理 落在路旁的種子就是人聽了道 魔鬼馬上把道理由他們心裡搶走 不讓他們相信上帝的道而得救 落在石地的種子就好像人 因然接受了真道 但是達根不深, 信心最弱一受試煉 就立刻站不穩, 跌在那裡 還有那些… 落在荊棘的種子是指聽了道信主的人 因為放不下今生的富貴榮華 憂慮、財富和享樂 所以見不出成熟的果神 那些落在好泥土的 是指人聽了道用善良誠誓的心來遵守 行心等待他結出果神 沒有人點著燈, 有用東西蓋著它 或者放在床底 是要放在燈台上面 使進來的人都能夠見到光明 任何的事沒有人能夠將它隱藏 任何秘密出之有一天都會洩漏的 所以你們要留心聽 因為有的還要加給他 沒有的, 連他以為已經擁有的 也要搶回他 夫子, 你母親和兄弟在外面 他們要見你 聽了主意的道 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親 是我的弟兄 有一天耶穌和門徒上了船 對他們說, 我們去湖的那邊 船正在走的時候, 它睡不著了 我真正在走 Maja 你的去雨 那把 earthly混亂 兩個娘 是個皇裡 為此答案 Set著森 整個皇裡 讓我們去 別動 好棒 放死 可以了,這隻手下來蹲了 不要救我們 這隻手下來蹲了 好, 阿姨 我們得救了 你們的信心去了哪裡 他們過了加利利湖 去到對岸的格拉森 知高上帝的兒子耶穌 為甚麼要干涉我 我求求你不要折磨我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一大群 求求你不要趕我們進深坑 求你進入我們群柱 回來 不要走, 回來 那些鬼就離開那個人 進入那群豬裡 回來 你快點走 你不要裝便氣發, 走 你在幹甚麼 大王, 走 快點走 我要跟著你一起去 夫子, 讓我跟著你去 你回去全陽這件事吧 我跟著你去 我跟著你走 總請我走 我跟著你走 我跟著你 我跟著你去 你來看 我跟著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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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和蒙徒去到一個 叫做白菜大的市鎮 群眾知道了就跟著他去 將近亡昏的時候 西門彼得就這樣說了 夫子, 叫群眾散開 讓他們可以去附近的村莊 找點東西吃吃 還有找地方結束 因為這裡是很偏僻的 不如你們給他們吃東西吧 可是我們只有五個餅 和兩條魚而已 感謝主, 感謝我們的天父 宇宙的大軍王賜給我們豐足的食物 不可以吃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們說我是誰 我聽到有些人說你是屍體若瀚 有些人說你是以利亞 也有些人說你是古時的一個先知 現在已經復活了 你們又怎麼想?說我是誰 你是基督, 是神的兒子 不要說這件事給人家 人家一定要受很多苦和被人排證 而且會被殺 但是三天之後我一定會復活 我會想說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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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有什麼十字架來跟從我 護色生命的反而會喪失生命 那些為我喪失生命的反而會得到生命 人就算賺到全世界 但是喪失自己又有什麼益寸 凡是將我和我的度當是可恥 所以人子將來在天父和聖天使的榮耀中 來臨的時候亦以祂為此 你們聽著 在這裡的人 有些人在死前會見到上帝的國 我會想說是誰 我會想說是誰 在那邊的人 我會想說是誰 我會想說是誰 你會想說是誰 我會想說是誰 這兒來成為你 俄罕、雅各和彼得 上去山上祷告 耶稣祷告的時候面貌改變了 他的衣服變成潔白 忽然間有兩個古代的先知 跟他說話 他們就是摩西和以利亞 他們在榮耀中出現 和耶穌談論 將要為世人犧牲的事 這件事會發生在耶路撒冷 摩西和以利亞正要離開的時候 夫子 我們搭三個帳額 一個是給你 一個是給以利亞 一個是給摩西 比特還沒說完 忽然間有些雲遮住他們 門徒非常害怕 然後雲裡面 就有聲音傳出來說 媽媽, 這個是我的兒子 是我選擇的 你們要聽從他 是嗎? 夫子 夫子 夫子, 求你救救我的兒子 請你救救他 我只有我的兒子 我求過你的伴徒和我的趕鬼 他們又不行 這個世代的人派沒有信心 我還要忍耐你們到甚麼時候 帶你的兒子來 讓我來找我 還是給你 寧願 小鼓 不是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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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高 funcion, 词, 着急 能不能自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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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客气 父子 夫子, 求你教我們怎麼討告好嗎 你們要這樣討告 我們在天上的苦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禁我們 捨免我們的罪 因為我們也捨免犯規欠我們的人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你們不斷祈求就得到 尋找就必找到 不停敲門, 門就會打開 因為祈求的一定會得到 尋找的終於會尋見 敲門的門一定會打開給他 你們之中做父親的, 當你的兒子要魚 你會不會給他毒蛇呢 他要雞蛋, 你會給他蠍子嗎 你們雖然不好 尚且知道給好東西的兒女 何況天父又怎會不像聖靈給那些求他的人呢 我告訴你們 你們最重要不要為了生活所需的食物 或是衣著而憂慮 因為生命比食物貴重 身體亦比衣著貴重 你看看你的烏鴉 他們不播種, 不收割 也沒有儲糧食 天父也養他們 你們不是貴重過非鳥很多嗎 你們這麼多憂慮的, 又怎麼會長壽呢 如果連這些小事都做不到 還怎麼去做其他的事呢 你看看那些百合花, 不用辛勞 也不用去織布 但是所羅門王最显黑的時候 所穿的, 戴的 也擠不上花 而你們的草今天還在這裡 明天就要燒了 天父尚且裝飾他們 何況是你們呢 只要你們的信心 好像一顆芥菜種子那麼大 如果對桑樹說 你要連根拔起, 坐在海裡 他也會聽你的話 在海裡 幸福 你坐在海裡 再又被洗了 趴在海裡 愛人 離岱 就是 幾次 我愛你, 我愛你 引人犯罪的事是無可疲弱的 但是使人犯罪的人就有禍 寧願被人綁架石 在他的頸子沉他到海底 比他更好令一個卑微的人犯罪 上帝的博好像甚麼? 好像芥菜種子 有人把他種在自己的花園上 種子長大變成一棵樹 那些小鳥在樹上捉巢居住 我也不知道他說甚麼 你們為甚麼跟碎利和不守律法的人 一起吃飯呢? 沒有病的人不用看醫生的 有病才要看的 我來不是照以人悔改 又是照罪人悔改 小心… 再說些天國的事我們聽 還有沒有別的呢 你們這群小羊不用怕 天父很樂意把他的國賜給你們 你們要變賣所有去周濟人 為自己預備永不復留的錢袋 把財寶積存在天上 在那裡是使用不盡的 因為沒有道賊、沒有蟲住 你們的財寶在那裡 你們的心也會在那裡 是要怎麼樣呢? 夫人, 你已經沒有病 冷靜... 讓兒子... 阿公, 真是神奇 真是… 真是你主 哪有主保佑你 我們有六人是做工的 醫病應該是這六人為之對 應該是安息人 你這個人真虛偽 難道你們在安息日 就不解開曹上的牛爐 帶他去喝水嗎 這個阿伯拉罕的後代 他被撒旦拯救了十八年 那不應該在安息日 解開他的鎖鏈嗎 良性的夫子 我應該怎麼做 才能得到永生 你怎麼這麼稱呼我 除天府之外沒有良善 你一定會戒命的 不可奸人、不可殺人 不可偷渡、不可作假見證 當孝敬父母 這些鎖鏈我自小就遵守了 你還缺少了一點 就是賣光的東西去周制窮人 你積財在天上 才來跟從我 分錢給人, 這樣怎麼行 有錢人要進入上帝的國 是多難 要駱駝穿過針眼 實在比那些更容易 有錢人進入上帝的國 那誰能得救呢 人做不到的 上帝也能夠做到 上帝的國什麼時候降了 上帝的國能 我們的眼是不能看見的 所以沒有人可以說 你看, 上帝的國就在這裡 因為上帝的國在你心裡 日子將來 日子將來 你們會很渴望能夠見到人子 但你們看不到 人子降臨的時候 好像閃電一樣 從天這一邊一直照到天的靈一邊 但是他要受很多苦難 又被這個世代的人棄絕 你會不會看得到 你會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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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聽你們所聽見的也聽不到 我怎麼才得永生呢 律法怎麼說 你怎麼解釋呢 你要盡心盡勝盡力 盡意愛著你的上帝 又要愛輪舍 好像愛自己 這樣是不是可以得到永生 答得好 誰是我的鱗舍 誰是我們的鱗舍 誰 從前有一個人 從耶路撒冷 去耶利哥途中遇到強盜 脫掉他的衣服 把他打到半死 就掉下他走了 剛剛有個祭司經過那裡 看到那個人 他就馬上運路走了 然後有一個利味人來到那裡 看到那個人這樣 也照樣地運路走了 但是有一個被猶太人疲勢的 薩瑪利亞人 經過見到他 就凍起憐憫之心 上前用油和酒 替他敷好傷口 用帶包紮好 扶他騎上自己的路回去客店 整晚照顧著他 明天他拿兩次銀出來交給店主 他說請你照顧他 如果不夠用 我明天回來會還給你 這三個人之中 誰是遇到強盜那個人的輪舍 好心對他那個人 那你就照樣做 來, 讓孩子來我這裡 不要妨礙他們 因為上帝國的子民 就是很像他們 人如果沒有小孩子那種純潔的信心 就不能夠進入上帝的國 誰接待這個孩子 就是接待我 也就是接待七兄我來的那一位 你們最微小的就是最大的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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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嫂, 甚麼事 大殺辣人耶穌見過這裡 耶穌 耶穌 耶穌可憐我 阿嫂, 阿嫂 阿嫂 阿嫂, 阿嫂 你想我怎麼幫你 我想看一件事 那好吧, 你的信心醫好你 你看看 看一件事 阿嫂, 阿嫂 的, 真是 阿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耶利哥有一個碎梨叫薩蓋 他很想看看耶稣 於是就爬上一棵樹上了 薩蓋, 快下來 我今天去你的家 我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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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把我的財產分一半給窮人 如果我欺詐過誰 我一定會還四倍給他 好… 真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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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拯救和尋走迷失的人 聽著, 我們要去耶路撒冷 因為 先知所謝一切的事 我會在人子山上實現 他會被愛幫人 棄弄他和侮辱他 用口水吐他 又要鞭打他和殺害他 他會受盡了許多痛苦 但是第三天, 他又復活了 耶穌雖然知道他將要為世人的罪被殺害 但是他仍然去耶路撒冷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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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叫你的門徒安靜點吧 如果他們不說話 這些石頭也會大聲叫 耶穌在耶路撒冷時 看到那個城就很傷心了 但願你今天知道 有關你平安的事 這樣就好了 可惜你現在是猛虛 日子快到你的仇敵 會捉起土壘圍噴著你 他們要消滅你 還有你城牆裡的子民 這個城, 每一個石頭都淋下了 因為你沒有認識上帝 拯救你的恩典 神經病,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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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他們竟然在聖殿做生意 聖經說, 我一定會再討過這殿 但你們將他變成那賊斗 但你們將他變成那賊斗 你們將他變成那賊斗 阻止他… 他… 小白… 小白… 我知道現在有很多人都擁戴他做軍王 甚麼? 甚麼?杜黑衣和小偷的君王 他不是跟以前的人差不多 賺錢就走, 我看他不會怎麼樣 你不記得, 我們每天都跟著他尾 那些人很敬仰他, 他好像皇帝 我現在警告你們, 如果他還是擾亂治安 我就不管有甚麼好果也好 一定要剷除他 既然這樣說, 就對付那個加利利人 耶穌不斷攻擊民事和法利賽人的虛偽 所以跟隨他的猶太人就更多了 但是給他指責的人, 也更反對他 耶穌在聖殿那裡 看到一個窮寡婦奉獻兩個小偷 你們聽著, 窮寡婦所奉獻的 比所有人多了 因為別人只是把多元的財富捐出來 但是他已經很窮了 都捐了所有的錢出來 告訴我們, 你有甚麼權力說這些事 給他授權給你的 好, 讓我先問你們一句 約翰西的權柄是由上帝賜的 還是人給他呢 我們應該怎麼說 如果人不上帝賜, 他會說你為甚麼不相信約翰 如果說是人給的, 那些人就會打我們 因為他們相信約翰是先知的 來 我們不知道是誰給他 那我也不告訴你們 我憑甚麼權柄做這些事 有一個人把葡萄園租給殿戶 自己就離家遠行, 到修成的季節了 就叫伯仁去殿戶 收回應得過一罰 但是那個殿戶就打了那個伯仁一身 叫他兇手回去 那那個原主再派另一個伯仁去 殿戶又照樣打他 還侮辱他又叫他兇手回去 那原主第三次派佛仁去 殿戶又打傷他, 推他出圓外 那原主說, 我應該怎麼做好呢 我要派我個最痛愛的兒子去 他們一定會尊敬他 但是那些殿戶一見到他來 就說, 這是原主的兒子 如果殺了他, 他的產業就債過我們了 於是就推他出葡萄園外面, 殺了他 葡萄園主會怎麼對付那些殿戶呢 他一定會來殺光他們 把葡萄園租給別人 是, 聖經說, 將人所建的石頭 以作裡防過的頭塊石頭 究竟為甚麼?意思是 凡鐵在石頭上的人一定粉身碎骨 那塊石頭碰在誰人身上 誰就支離破碎 夫子, 我們知道你教的是合情合理 也明白你不重視一個人的外表 只是把上帝的道理教導人 請問你, 向羅馬皇帝納粹 是否違背了我們的律法呢 拿一個銀給我看看 上面的人像和名號是誰 是凱殺 是皇帝的就交給皇帝 犯了上帝的物件 就一定要交給上帝 現在徐交節快到了 徐交節即是御節 耶穌派比特和約翰去預備 徐節的晚餐 我一直都盼望在受害之前 和你們吃二元節晚餐 我告訴你們 除非折到成就上帝的國 否則我不會再吃 感謝主我們的天父 宇宙的大君王 使得葡萄樹結出過子 感謝主 感謝主我們的天父 宇宙的大君王 你似习物给地上的人 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弃 你们要这样来纪念我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沥的新药 是为你们所留的 你们看, 出卖我的人 和我坐在桌上 仁子当然要照主的安排去受死 但是出卖仁子的人就有祸了 没可能的, 怎么会有叛徒呢 主, 你说叛徒的名字出来吧 你们之中最大的其实是最小的 做领袖的应该好似个薄人 坐在这里吃的大 还是服侍他那个大呢 当然是坐的大 但是我在你们之中 我好像是你们的薄人那样服侍你 在我的磨练中 你们同金共苦 我现在要将我父赐给我的国 赐给你们 你们要在我的国内与我同静 而且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牌 是 这么说就没有叛徒了 西门, 西门, 你看 现在撒旦想试探你们 就像农夫西墨子一样来西你们那样 但是我为你祈求 使你不要失了信心 你回头之后 就应该更加鼓励你的弟兄 主, 我真的很愿意跟你一起坐牢 一起死 比特, 我告诉你 今天在计题之前 你会有三次说不认识我的 从前你们出去没钱, 没行李, 没鞋 你们缺少什么呢 什么都没缺少 但是现在你们有钱包也有行李了 没刀的就要买衣服来买一把刀 好, 我告诉你们 圣经记载 他比列在罪犯之中这句话 一定会映然在我的身上 主, 你看, 这里有两把刀 好了, 那就去哪里 这些长佬开中间会议商量 如何铲除耶稣 在这时候 撒旦进入加略日犹大的心 他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 他要捉賴耶穌 你們要討告, 免得被魔鬼幼幻 由大出賣主, 只有三十塊錢 好… 父母, 如果你願意的人 就拿開這個父母 但是不要自我意思 要盛就你的旨意 有天使由天上向他顯現 加添他的力量 耶穌很悲痛, 討告更狠切 汗就像血一樣滴在石上 你們為甚麼都睡不著呢 起來討告吧 千萬不要被魔鬼誘惑 來吧, 進去 猶太 你以親民做暗門出賣人子 阿姨, 我們用刀好嗎 阿姨, 撞住他 不要再動武 小心, 真是神經病 你們帶刀棒來抓我 刀目的 你以為是強盜嗎 我每天跟你們在聖殿 你們都不下手 現在黑暗掌權的時候 你們可以橫歹 抓住他 把他抓住 把他抓住 他說自己是猶太人的王 看他現在怎麼擅長 猶太人的王 只是被人打 你真是猶太人 你真是猶太人 這個人跟耶穌那些人 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我看過他們在一起 你真是謙卑 這樣尊敬他 你有甚麼感想 你跟他們在一起 哪有 你真是 因為他是嘉莉莉人 甚麼呀 我也不知道你在說甚麼 我 主 求你咬死我 我對不起你 我是愛你的 請你咬死我 主, 你曾經說過, 在雞題之前, 我會三次不認你, 現在果然是你搖述我, 我現在覺得很慚愧。 我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 你猜不猜到誰打你? 你猜猜到誰打你? 停手, 我叫你們停手, 帶他去議會 你快點說, 你是不是尼塞亞? 爸爸, 就算我說, 你們也不會相信 如果我問你們, 你們也不會回答我 不過從今之後, 人子就要坐在全能上帝的右邊 那你就是上帝的兒子 沒錯, 我就是 我們已經聽到他親口說的話 帶他去見比拉多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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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帶耶穌到比拉多面前 比拉多的人很殘酷 他曾經下令釘死過一千人 你們這麼多人, 早來幹甚麼? 他在聖殿裡面有很大的混亂 應該怎麼處罰他呢? 按照我說, 判他死刑就最好了 我查不到這個人有甚麼罪狀 我認為他有罪 這個人到處教人不要向皇上納粹 又說自己是尼塞亞, 是皇帝 是皇帝? 你是不是猶太人的王? 你說得沒錯 他從加利利開始, 現在來到這裡了 從加利利來? 他是不是加利利人? 如果是這樣, 交給希律王主他吧 希律王在耶路撒冷 帶他去那裡 來吧 走開, 走開 你說你自己是誰? 你那些門徒是甚麼人? 很多人都說你會行神職 行神職給我看看 我主, 他抵毀我們所有的人 他說自己是皇帝 這個人是皇帝? 皇上大人 別這樣打他 你送他回去比賴多 你送他回去比賴多 皇上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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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要叫人鞭打他, 然後再釋放他 每逢這個節旗 你照樣都要為我們釋放一個人 不如為我們釋放巴拉伯 然後把這個人殺掉吧 好, 誰打他呢, 去吧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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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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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停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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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他 於是彼拉多宣判耶穌死刑 照他們的要求 把那個作亂殺人 籌在獄中的兇手釋放 又把耶穌交給他們 叮十字架 你明明中 ya 阿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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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說 可以… 上去 上去,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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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上去 上去 你…你是誰 我是猜你內人世年 你甚麼十字架 上去 上去 纏歸 前面 快走 好 好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快點, 走 走, 走 走, 走 子娘, 我們為你而下 你喝了這些水裡的人 耶路撒冷的女子 你們不要為我走 你們要為自己和兒女哭 他們在樹木清綠的時候做這樣的事 把樹木枯乾的時候就罰到了 願朝幫助你 我們會為你透稿, 求主足人命 快點, 快走 走, 快走 快點, 快走 快點, 快走 走, 快走 快走 快點, 快走 快,快走 快走 快走 快, 快走 快, 快走 快, 快走 好 綁石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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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upt flu 啊 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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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師父, 師父 我的福是四面他們的 他們不知道自己做甚麼 他救了人家, 讓他救了自己 你離錯了, 你就救了自己 沒錯, 我以後十字架跳下來 跳下來 你離錯了, 你就跳下來 這件衣服是尼塞亞穿過的 看你們吧 不要…大家不要搶 不如用抽天王法, 誰能抽到誰要 好, 來… 找到了 好可怕 這牌子寫著, 猶太人的王 好可怕 如果你是猶太人的王, 就救救自己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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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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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是尼塞雅 你救, 你救一下自己 又救我們 你這樣受刑, 還不怕上帝 其實他沒有做過甚麼壞事 耶穌 好, 你當王的時候, 求你記住我 我告訴你 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喜樂園 大約中午的時候, 天色昏暗 一直到新時初, 黑暗龍罩大地 快一點 好, 走 好, 走, 走 掛在聖殿裡面的象環 裂開了兩邊 天父 我的靈魂 現在要... 留在你手上 這個真正是異人 榮耀跪於上帝 阿利馬太成的藥室 是宗教議會一個正直善良的義士 他沒有附和眾人的計謀 他要求彼拉多 給他修煉耶穌的遺體 在太陽下山之前放入無緣 因為安息日快到了 我沒有附下一個正常的藥室 那他又不想理它 我沒有附下一個正常的藥室 我沒有附下一個正常的藥室 好 請問我們, 我們要看居住的墳墓 很歡迎你們 不過這樣, 安息日就快到了 七天的第一天, 天亮的時候 婦女預備了香料到墓地 大蛇滾開了 進去, 走 媽媽 他不在, 他已經復活了 他在嘉莉莉的時候 曾經向你們說過 人子一定要被交在罪人手中 釘起十字架, 第三天要復活 你聽我說, 那個大蛇滾開了 我們進去看看, 原來主的身體不見了 甚麼?不見了? 而且有兩個人向我們顯現 是天時會發光, 像太陽一樣 對我們說 為甚麼你們在死人中尋找活人呢 是真的 你們相信我們, 確實是真的 是我們眼看見的 你可以去看看 主的身體真的不見了 來… 是真的 我們是神奇 我們是神奇 我們有關於 他的內容 可以他說 我們明天 我們沒有分店 我們是是神奇 我們是為何 我們便是… 是你 我把訊息給你們知道 主真是復活的 是呀 怎麼樣? 是呀, 主騰經是我們顯然過的事 是真的 那就好了, 是不是? 主真是復活的 希望你們平安 你們為甚麼這麼受罰 為甚麼在心裡起疑念呢 你看, 看我的手和腳 是我不是第二個 你們摸摸就知道了 靈魂是沒有肉沒有骨的 你們看, 我是有的 你們記得嗎? 這件事我以前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 都說過你們知道 猶太人的律法和先知的書 說過的事都會仍然… 聖經記載的說 基督必須受害 第三天從死裡復活 而且人要奉他的命 將悔改卸罪的訊息 從耶路撒冷一直傳到萬邦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 慈悲幹你們 將聖靈降在你們身上 但是你們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直到領受到由天上來的能力 靈魂 主, 祝福你們, 保守你們 主已經將天上 和人間的權益賜給我 所以你們要去世上各地 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命 和他們施洗 將主的道全遍各地 並且教導他們 遵守我給你們的一切戒命 我要世上與你們同在 一直到世界的末日 阿門 曾經放過主耶穌身體的墳墓 空了 他被釘死 但是在三天之後 他復活了 在今天他仍然活著 他想進入你的生命 耶穌說 我就是復活, 也是生命 信我的人雖然死了 仍然要活著 自從耶穌由死裡復活以來 已經將近兩千年了 而他今天仍然活著 帶給全世界最偉大 也最強大的影響 過去幾個世紀裡面 是那些自負的政治家 又來又去 統治者、學者、科學家 哲學家和神學家 也都是一樣的樣子 又來又去 但是耶穌至今仍然活著 自從有人類以來 祂是最奇特的一位 祂的誕生很奇特 聖經告訴我們 祂由同精女馬利亞所生 祂的生活很奇特 在祂的生活裡 充滿了超然的表現 祂過著聖結、不犯罪的生活 也沒有人能夠像祂那樣 行這麼偉大的神跡 祂說的道理很奇特 凡是接受祂做救主 和人生主宰的人 祂就愛他們、遙書他們 也賜給他們新的人生 祂的道理無論傳到哪裡 那些地方就會因為祂 而產生了新的生命 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活目的 祂死在十字架上 非常奇特 兩千年以前 這位掌管宇宙的上帝 棲顯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 來為全人類的罪 犧牲了自己 祂是為你而死的 祂的復活很奇特 祂死了三天之後 發生了一件有史以來 最驚人的事件 耶穌從死裡復活了 祂的誕生、祂的生活 祂的死和祂的復活 都證明了耶穌 正是祂所自稱的那一位 是上帝的兒子 全人類的救主 同樣是這位耶穌基督 今天仍然活著 祂希望進入你的生命 赦免你的罪 而且給你力量 去過一種豐盛的生活 耶穌說 來吧,所有勞苦 背負重淡的人都到我這裡來 我要使你們得到安息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如果不是藉著我 沒有人能夠去到父親那裡 聖經上說 因為每一個人都犯了罪 缺乏了上帝的榮耀 而且還說 因為罪的代價是死亡 而上帝白白的恩賜 是使我們和主耶穌基督 合而為一 得到永恆的生命 耶穌的死已經為你 付清了罪債 祂現在正在等待 要進入你的生命 耶穌說 你聽聽 我站在門口外敲門 如果有人聽見 我的聲音而開門 我就會進去 為了體驗到 祂的慈愛和赦免 而且得到永恆的生命 你必須要接受上帝 為解決你的罪所作的犧牲 用信心來邀請祂 進入你的生命 如果這是你的心願 你可以用信心做一個禱告 耶穌基督 就會進入你的生命了 這個禱告可以像這樣 讓我先讀一次給你們聽 天父, 我需要你 感謝耶穌基督 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我打開心門 接受祂作為我的救主 和人生的主宰 求你來管理我的生活 使我成為你喜歡的人 奉耶穌的名討告 阿門 如果這個討告 表達出你的心願 就請你現在 就在原地做這個討告 我會一句一句再說一次 請你默默地跟著我討告 天父, 我需要你 感謝耶穌 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我打開心門接受祂 做我的救主 和人生的主宰 求你來管理我的生活 使我成為你喜歡的人 奉耶穌的名討告 阿門 你既然已經用信心討告 也邀請耶穌基督 進入你的生命 現在呢, 你可以肯定 祂已經進入了 因為祂說過, 只要你請祂 祂就會進去了 你也可以肯定 你的罪已經被赦免了 你成為神的兒女 而且還有永遠的生命 如果你想體驗到耶穌 答應給你的那種充實而豐盛的生活 你就要每一天討告 和祂交談 透過讀聖經 可以找到祂對你的一生 有甚麼奇妙的計劃 也要去和祂那些愛祂 跟從祂的人一起聚會 最後, 請你一定要記得 祂奇妙的樂言 耶穌說, 我永遠不會離開你 永遠不會丟棄你 我要時時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日 �祂的故事 自媛之館 感谢观看